数字人民币正式的上架试点了 看我手机上的钱包 那它真的是强制使用吗 真的是碰一碰 我手机的钱就到了你那里吗 真的是手机没有电 没有网也能用吗 和现在的扫码支付有什么区别 真的能帮人民币取代美元来国际化吗 那现在都哪些城市可以用呢 今天一次性给领导们讲清楚 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就有数据说数字人民币 当时就已经开通了 1.4亿个而且交易额也超过了600亿 再不了解就真out了 首先它真的碰一碰钱就跑了吗 不用怀疑 我和朋友现场测试过 手机碰一碰付款很流畅 比扫码快多了 看实际的截图 有碰一碰选项 还有贴一贴功能 据说数字人民币以后 还会有很多听起来高大上的技术 比如说现在手机没电了 就扫不了码了 可是数字人民币能实现无电无网支付 碰一碰 我的数字就到了你那里去 甚至是我要买你的冰棍 手机碰一碰你的冰箱 我的钱就到了你的冰箱里 这些高大上的技术 我就不太懂了 而且以后才能实现 但是现在已经实现的是 比如我在北京坐公交 坐地铁的时候 手机没有电 没有网的时候 也可以碰一下就付钱 设一下免密码支付就行 好 第二点 想象一下 假设我去某个小店去买菜 那个老板比较老他只收现金 我没有现金我就要扫码付 他死活就是不接受扫码 可以吗 他可以的 不信你去告他 你肯定是告不赢的 但是有了数字人民币你就告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央行说了数字人民币就是现金 在我们国家拒收二维码是不违法的 但是拒收现金一定是违法的 懂吗 好 那第三点 为什么说数字人民币的隐私性很高 其实你现在用扫码去支付 你买了什么 你花了多少钱 银行会记录 支付平台也会记录 而且谁拿你的手机都可以查 是不是 但是呢 数字人民币 钱包里的钱怎么花 只有你自己知道 跟银行都没有关系 注意呢 这次试点版的APP 你可以开一二三四四类钱包 如果你开的是第四类 那么就只需要一个手机号 身份证和银行卡都不需要 纯匿名的一个钱包 官方也说了 纯匿名 不过这个纯匿名的目前单笔限额是两千元 提醒一下男同胞 别用来藏私房钱 好 那第四点 它真的有助于取代美元 帮助人民币国际化吗 我们想一想 现在的扫码支付依托的是什么 依托的是银行 你得有中国的银行卡才能开通扫码 那外国人有中国银行卡的多吗 肯定是很少的 当数字人民币如果普及了 你想一想 没有中国银行卡的外国人 以及中国还没有开通银行卡的 比如说小孩 比如说偏远地区的农民 是不是都会受益 甚至你发压罪线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给娃发一个数字人民币 对不对 而且呢 现在的国际贸易的支付和结算 基本是依附于一套西方控制的 叫Swift系统 如果数字人民币成熟了以后 我们是完全可以抛开这个Swift系统 来自己玩的 所以呢 这次试点以及推广肯定是对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是有帮助的 好 那最后 你觉得数字人民币安全吗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吗 都有哪些城市 现在可以下载来试一试了 我把这个城市打在评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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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做一下